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昨天呢 就是刚刚十点多的时候 我听到那个摩景声音了 刚刚又凑这么巧 刚刚碰到他们也下班了七个宵夜 所以就顺便吧 顺便就帮他们的幸福 希望他们每次出行都能平平安安的归队 以前只是在电视上看到得多 没想到现在能发生在自己身上 也感到比较无比自豪应该是 因为市民们也能理解我们 也能支持我们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